连日来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再质疑民进党当局近期下单未经三期试验的台产疫苗 二号柯文哲再度直言 我要很抱歉 我还是科学 我们还是科学家 我们还是医学的教授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支持目前做的很多说法 而在二号的民进党中场会上 蔡英文再谈外界不要对台产疫苗抹黑攻击 民进党发言人周江杰转述了蔡英文讲话 近来一系列对台产疫苗而来的抹黑与攻击 我要再次严正声明 相关的财产申报都清楚记载 并且可以公开查核 我们欢迎最严格的检验 只要拿出证据 一定从严查办 除了继续护航台产疫苗 蔡英文更在会上呼吁 疫情期间不要制造社会的对立 更不需要有过多的政治操作 这对和时间赛跑的研发和防疫人员来说是打击 对于防疫没有一点帮助 同一天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举行了记者会 台湾媒体书里发现 当天出席的相关人员搭配兼顾派系 党团干事长刘世芳是新潮流 党团书记长罗志正是英系 党团副干事长黄世杰 属于桃团市长郑文灿人马 当团副书记长庄敬成 则属所谓郑国会 更难人寻味的是 现场除了英系罗志正站出来帮忙蔡英文说明外截制以外 其他派系都没有帮忙说明 只是提到一些无关蔡英文的议题 似乎在切割 也避免卷进蔡英文遭批评的马蜂窝 那至于柯市长提到这个所谓 这个股票下降 才会出露脸等等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无端的指控 因为股票的上下有它的市场的基础存在 那我们可以理解地方政府首长 对于防疫的焦虑 但是人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冷静 沉着来实施做防疫的工作的一个市长 或地方政府首长 任何的政治的口水跟无端的指控 都是没有必要的 针对民进党内护航自产疫苗的声音 台湾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锋表示 现在连党内新潮流所谓政国会都不太讲话 只有英系在挺 并靠着1450网军或是绑装 民进党如果面对施政乱象 都没有人出来讲话 就要跟着蔡英文一起陪葬